罗正最近欺负你们 他欺负我干啥呀 我听魏雪就说了 罗正冷欺负袁慎卿 这小的要是在我们班 早晚如果收拾他 他要是真犯回 你就稍微找我去 知道没 你有表你 我帮你啊 真是像武帮子袁慎卿啊 人都够可怜的 咋还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啊 和你俩有啥关系 出什么风口啊 有这功夫 好好学习行不行 逞什么脑子 妈 劳伦斯说过 少年以正道 为做一切事情的基础 你跟你爸学的吧 咬文嚼字 那满嘴大道理有个屁用 那劳伦斯 劳伦斯是谁啊 妈 劳伦斯是外国人 行啊 喵喵 这英语有进步啊 那是干张嘴了 是 先生 父亲 小娘 这节目不做 不仅价 她是好朋友吗 对吧 就从咱俩这情谊 幼儿选择让陀卫平 这样你就要照顾你了 知道不 听到没 行 把周末说定 走吧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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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 好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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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今天 我们选 大家可以来唱票 那我就直接唱票了 票高者中选 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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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武 程淼淼 周超 周超 娘 你别 你听我解释 好不好 娘 这怎么体育课都不上了 谁也不想上 娘 你听我解释 行 啊 都过去了 往事如烟 不是我不选你 是 你说就算我选你了 你也就 两跳 泥舞 没有你也不能选猪超啊 我没选猪超 我选猪五 明 没事 这班长咱不当就不当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难过 我现在难过不是没选上当班长 而是 为啥徐文武的票数都比我高啊 他学习能比我好多少 他为这个班底底做过什么贡献吗 他运动会得过名次吗 咱不也没得过吗 那上个学习那拔河比赛 我是不是起到一个决定性作用 那没我的策略 咱们班能赢吗 咱们班多少事都靠着我呀 哪家事靠你 那可太多了 我 我都不想一一举例了 咱远的不说 就说现在想想玩 他们有哪个人真心想帮过他 是不是我揽过这个重任了 那你不也是想当班长才帮他们吗 错 我就是知人图报 我就是见不得咱们同学新来的 被别人欺负 我就是善良 那竹朝有我善良吗 学乌有我善良吗 绝对没有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可憋说话了 最可恨的就是你 凌阵倒戈 确实还说人家是叛徒 你现在属于什么性质 你闭嘴 你闭嘴 我在心里里绝对是支持你的 但是你会 就我俩支持你也没用啊 是不是 都爽急了 田小娃 你不是答应投我一票吗 怎么回事啊 我没有答应 那你是不是也没拒绝啊 那没拒绝就是答应啊 我平时怎么对你 我怎么帮你的 你不能比我不分啊 对啊 自答应来了之后 一直都是我们对你好 你这样很地道 你这么地道 还咋就一票 你挑不立件是不是 你不投就不投办 我不稀罕 离婚啊 是坏事还是好事啊 这是你该琢磨的事吗 为啥呀 爸 我凭啥不能琢磨呀 离婚啊 不算什么好事 但也不算什么坏事啊 这就是人生的一个选择 那你俩会离婚吗 你还盼着我离婚呢 你说这孩子 这孩子是不是 跟咱们讨论问题嘛 是不是 你别那么情绪化 讨论讨论 来 讨论啥呀 这俩小屁孩这么大点 就讨论离婚的事 是不是有点早啊 不是 不是 你看 你看 这个离婚啊 它是一个家庭问题 他们俩呢 是咱们家里边的成员 所以他们俩 也有权利来发表意见 对吧 而且我觉得 他们现在开始想要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 这说明他们俩又成长了 长大了 对呀 我就琢磨呀 要是爸妈离婚 就只是爸妈自己的事的话 那胡秋敏今天就不会跳河了 他那是重组家庭 那情况能一样吗 杨松柏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 胡悦带着孩子 他也带着一个孩子 那亲生的孩子一般说还端不平呢 更甭提别人家的孩子 你看 就是因为有你这种想法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对吧 你说 夫妻两个人 他又不是亲生的 从客观上的说 这夫妻两个人啊 那完全他就是陌生人 对吧 但是怎么才能成为一家人呢 怎么才能够相亲相爱呢 那就看你如何对待对方 这 爸 我觉得你这个角度啊 还很哲学 哲学什么呀 那哲学家呀 都是满嘴大道理 跟他骗人的 等同于骗子 爸 妈 反正你俩要离婚的话 我就一个要求 你啥要求 我俩就别分开了 我俩就别分开了 看到没有 这亲生的就是不一样 主要是我怕成苗这样的 出了神霞都得 对不起 哎 河水 这人哪 这一辈子 要做很多的选择 你看 我跟妈妈 我们互相选择了彼此 你们未来呢 也有这个权利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但是最重要的 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只有这样 才能够对你们未来的伴侣负责 知道吗 啥人生不人生 把每天的日子过好了 那才是正经的呢 妈妈真是有大智慧 真是 说得特别好 特别对 再给我盛稳点 你说 咱们厂子从来就没开除过人 这不也都得按规章制度办吧 要你让大海怎么办呢 那现在啊 大家伙都反馈头来骂大海 这也不公平 是吧 我看就是 厂子的效益越来越不行了 效益不行怎么办呀 那也不能去偷游嘛 那各个厂子效益都不好 让大家都去为非做打击啊 你说 你说厂子不有啥事吗 我听说好酒单位 那把退休年龄都提前了 这不释放了啥信号 是不是想让咱们早退休少拿钱 你别听风就是雨的 跟着他们传这些话 我没传 我都跟你说嘛 你们俩听见没有 我吃不下 就要吃不上饭了啊 长点心吧 争点气 这我也吃不下了 明早熬粥吧 你们俩啊 别听你妈瞎说 吃完饭 赶紧回屋写队去 我玩那值班 班那刘俊宝哭了一天 李四也被说了 你说这事跟他有啥关系 一下就变成蒂布家的坏儿子了 快跟你们班袁山京差不多了 你真是到处落井下石 你真是到处落井下石 这大人的事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家里一个人成了同级犯 那全家都好像跟犯了罪一样 你说袁山清啊 爸 咱家沙纸在哪儿 那工具箱里你找不着 喂 你 你要沙纸干吗呀 那你想怎么问清楚啊 怎么弄啊 你大晚上的给谁打电话呢 你不学习 我听见是不是李四 李四 你最近写完了吗 你瞪什么眼啊你 又喝汽水 喝那玩意儿好啊你 一天天都没个正事 我怎么没正事了 我早出晚归上天学不是正事啊 是 你人在学校呢 心思早就跑到八千里了 知道你 回屋学习习 把你放那儿 放那儿 玉 你跟谁谁谁打打呢 你再穿打一颗 行了 行了 院里边这听着你一喊 大晚上的了就别生气了 我白天也没少生啊我 我跟你说 在晚上不好好的学习 就跟那儿抱着气势别人 打着电话跟那儿闲聊天 我说他遇见他顶十句 你不是值班吗 你咋回来了 我回来找找工具书 你还回去干吗呀 这晚上谁还去医院呢 你别回去了 这都几点了 都这点了 芽芽怎么还没回来呢 芽芽刚刚在医院里边碰了个同学 把人送回家去了 她送什么同学啊 男的女的 女的 女儿 女孩谁啊 我哪儿知道 这是家家户户的 谁不认识路 还用得着送啊 我问你呢 这孩子的事你这什么都管呀 那孩子的事谁要管呢 你这哪有你这么当爸的 啊 真是 真是 咱们油田效应越来越差了 咱爸妈也干不下去了 咱说得跟他们一样了 咱们油田效应越来越差了 怎么得走啊 我爸说了 生是油田人 死是油田鬼 就算是馒头榨菜 这辈子也得死守在油田市 也不动摇 不过这是我爸说的 我都行 到时候看你去哪儿 看你那不能吃苦的样子 你还是留在油田的 你出去了 连饭都吃不饱 你应该去河西那村子里 体验体验生活 我体验什么生活呀 你怎么了 这两天 不服劲小小娃娃了 啥服劲呀 我们是一帮一队红 红吗 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人不搭理你了吧 爱搭理不搭理呗 我自己还有一大堆事呢 那咱们就不管他了 今天我妈那边有个新厨子 咱们试试菜去吧 行啊 那我去叫胡子 好 咱们消息中间 好 你来找我 等会儿试修个李斯吃饭 是吧 这是什么 约四块一斤 不用再看别的了 行 你再看看啊 好好看啊 好好看啊 小伙伴帮我拔这个叶环七罐 该拔它过来 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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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帮你看看那个绿子表 没问题 小伙伴帮 来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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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 好 来 吃个狗狗的买鱼 你看这个鱼也大不大 新幻厨师真不一样 这辣子鸡真好吃 嗯 娘 到处吃了 我不能放弃乔小伙伴 我要再帮她一次 至少 再帮她一次 你给我老实交代 这到底是咋回事 你就摔了一脚啊 你是不是跑人老乡家偷东西去了 咋可能 这都是老乡爷爷送我的 后来他们家狗追我摔倒了 送给你的 那人家狗能追你啊 人家凭啥送你 你是五好村民哪 你爱是不是就是人送的 你看看你 偷神生的 窜息了吧 你又去哪儿了 这都九点半了你才回家 你又到雾去了 没有 我去同学家吃饭了 哪个同学 王府强 你到饭点不回家吃饭 我在他家吃过了 家里是没有你俩饭吃是咋的啊 都跑到别人家去吃饭 妈 我弟那书包还有那校服我咋找不着了 你知不知道放哪儿了 你要那儿干啥 我送给我班钱我玩呀 他们家太穷了 我今天去他们家我都大吃一惊啊 你知道吗 就跟活在二十年前似的 啥都没有 而且爸他们就睡船上 就吃饭睡觉都在顶上 你没在人家里这么大惊小怪的吧 我傻呀 当然没有 那忍人多不好意思呀 我就是表现出一副 非常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然后什么都感觉很神奇 这小脑瓜转的 懂事 善解仁义 这小脑的瓜子 一点都不往正倒上时 这怎么 帮助同学就不是正事了 我现在呀是候选班干部 我就得提前负起责任来 高老师让我劝乔老娃剪头发 穿校服 学普通话 融入班级帖 这就是我的任务 高老师说了 要做自己 我的目标就是做个好人 你先做一个好好学习的人吧你 妈妈 这两件事可一点都不冲突啊 我现在正是寻找人生方向的时候 高老师说了 考高分不是理想 理想应该是对未来的规划 这高老师还不让学生考高分呢 这叫啥老师啊 不是不考高分 我怎么还跟你说得通了呢 爸 你明白的对吧 你想做一个好人啊 这个目标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你得让自己自身强大起来 你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知道吗 咱们游天上本来就排出地方上 嗯 再加上袁勇那事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跟你说他们要帮助别人 我二话不说 你还记得 呃 牙牙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吧 她画了一幅画 啊 那画上 她画了一个 粉红色的糊 粉红色的糊 对吧 你看 我带她去这资料室 还真就找着那么一个粉色的糊 所以这孩子开始对阅读啊 对书籍啊 她就感兴趣了 所以她现在学习能这么好 你能这么开心 对吧 但是反过来啊 咱们就说今天这事啊 这俩孩子都去帮助别人了 咱们要是就那么武断地跟孩子说 别去帮他们 因为这些人啊 都是大家讨厌的人 以免咱们将来会受到牵连 那会怎么样啊 那咱就会扼杀掉孩子心里边的那份 善良和正义 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 你要说你就一次性说完 那我问我问题干啥 不是 我这不提出问题 我解决问题嘛 我是想说啊 咱们作为父母 咱们应该就做孩子们的这个后盾 得让孩子有底气去愿意勇敢地去帮助别人 当然他们现在做好事啊 也许将来就会受到委屈 甚至是别人的欺负 那咱当爹妈的应该怎么着啊 咱就该冲上去护肚子 咱们把这所有的什么委屈啊欺负我都给他们挡开 让咱孩子心里边继续保存这一份正义和善良 你说啊 诚文费 你知道我有多后悔啊 这后悔我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习 是 不能像脸似的说话一套一套 我从前就好好学习 但是也不耽误您一天到晚领导我呀 对吧 我这都是这个 在您的这个大智慧的领导下 我总结出来的这些生活中的小伎俩而已 不值一提 你听人那么像反话呀 绝对不是反话 正话 特别正 哎呦 闻闹 终于安静了 小子 哥哥给你拿饼盘烧吧 你看 小子 哥哥出去一下 你乖乖的啊 安安静静的 妈 你在家呢 刚才看你屋灯都没亮 我刚换了个灯泡 袁燕清被警察抓走了 你知道吗 过来 她就是袁燕清的 妈 学校里船台有个孩子是真的 你别胡说 这是人家妹妹 她叫袁燕子 咱爸都知道 那你把人妹妹抱咱家来干嘛呀 袁燕清呢 袁燕清今天不在 袁燕 袁燕 妈 马上吃什么呀 吃 吃啥都行 妈 那个你先出去一下 我 我跟程苗儿我俩有点那个事要 商量一下 你先下去 一会儿我们就下去吃饭 不是 程什么你这 你这 妈妈 妈妈 你 你别过去 我不跟你说妈 你 停 妈妈 你看她笑起来多可爱 妈 妈 到底啥情况 那个 她就是小子 今年快三岁了 我是问你她几岁了吗 我是问你跟袁燕她娃是啥情况 我俩就是同学 谁呀 你俩是同桌呢 你闭嘴 妈 我俩真没啥 这小娃娃才三岁 放哪儿都很危险 这忙我们必须得帮 这帮忙也得看实际情况了 你这 你这跟袁燕她娃扯上关系 那是一句帮忙就能行的事吗 你们也理解理解我们做大人的 这 这袁燕真不是个好东西你知道吗 跟她摘上准备好事 你赶紧让他们把这孩子带走 别给咱家找事 妈 她可能来不了了 她今天 在学校被警察抓走了 不是抓 她是带走 被警察带走 那就是被抓了 她爸爸被通缉 她被警察抓了 你把她妹妹带回来 你要干啥 你准备自己养啊 我跟你说不清楚 就算她犯法 这跟她妹妹也没关系啊 这么小的一个娃娃 总不能饿死在家里吧 而且也没吃的 刚才还一直哭呢 你干啥妈 我去给她充点奶粉 小子啊 你在我们家这是最高待遇了 你看这孩子瘦 一看就没照顾好 真是遭命 来 妈 我就知道你是刀子嘴 豆腐心 心眼比谁都好 少在这儿给我逮高冒 你说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 妈说啥你就听不进去 是不是 这要让别人知道了 咱们跟袁勇还成同伙了 一天天还帮着诈骗饭喂女 我跟你俩说啊 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我跟你说话呢 我听见了 我跟谁说话呢 我刚才已经给你爸打电话了 等你爸下班了 赶紧让她把那娃娃送走 来 来 高老师 那个什么 不用换鞋 来 直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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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这位啊是苗苗的班主任高老师 高老师 来来来 快快快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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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 我早就听说苗苗 新来了个班主任 一直说想要去拜访您的 所以我们先进回家了 上回您那个 奋不顾身救人的事 真的是太感人了 你没事吧 我就说您是孩子们的表率 没事 把孩子交给您我们家长 那也放心哪 高老师倒水去 快点 您今天来是 是苗苗又犯啥错误了 没有 我送学生过来的 这是崖崖的同学 袁山青 袁山青 您好 那个高老师 这个苗苗成绩怎么样啊 我这挺着急的 上课回答问题举手吧 是啊 这孩子 挺好的 说什么 有进步 有进步 那就行 这地方 平时都没人来 他们肯定找不到 放心吧 这我都没来过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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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看见的问题 妈 您这没在教室啊 没在教室啊 没在教室 好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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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跟你们俩没关系 袁山青不来 这样我们就不逗了 对 对 对 是这样 各位家长 各位家长 咱们现在这样 是没法解决问题的 对不对 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做些聊 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好解决 冷静 冷静 开门 胡子 开门 开门 别喊了 来了 别吵 别吵 啥情况 还闹着呢 我让高老师跟韩老师先过去吧 韩老师说不可能让袁山青走 晓芳呢 晓芳呢 晓芳怎么说 没听清啊 我一看这情况 就赶紧跑过来给你报信了 就晓芳的人品 多老见俱华呀 我跟你讲啊 她绝对不敢得罪家长们 我刚才还听家长说 让学校开除袁山青 完了 晓芳这人很容易屈服的 我不想连累学校 也不想连累你们 不行 我就跟他们走 你傻不傻呀 你走去哪儿啊 你能干吗 你能抓你爸吗 你就在这儿待着 放心吧 除了我们 没人知道你们在这儿 对啊 如果学校要开除你 我去找校长 找厂长 我们一起 对 我爸是领导 真认识厂长 让他带咱们去 许文武 许文武 都有了啊 没什么事又下课吧 我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的分 一百零五啊 宇文 英语九十七 数学一百三十八 这前小娃不是萌的 对了 明天下午五点开校长会啊 完了 完了 这完了完了完了 我这 我这总分得五百以上啊 就我这进步糊涂 怎么给我爸妈解释啊 就说 是你自己努力学习的结果呗 我自己我都不信 那你就说是财神爷保佑你 你妈故意能乐开花 这话糊涂我妈行 我爸说不是论者 他肯定觉得我是抄的 他不得揍死我吗 那你抄卷哪有权抄的 你也不知道改改 他那字多得我都懒得抄 你再说了 我哪知道他全对啊 要不我还是离家出走吧 那个 你们有钱给我凑凑啊 我联系去找我奶子去 去你奶家那叫离家出走吗 你爸不知道你奶家在哪啊 那 那怎么办 我要不跳河吧 那个胡子那次也是跳河挽救婚姻的 那是我妈跳的河 而且也没有挽救婚姻 那 这不行那不行 我总不能应年早逝吧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会坚强要活下去 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我俩顺带时候也帮你实现一下 你们说的是什么话呢 程淼淼 你这个情况你也不容乐观 八十六 你什么时候考过八十六啊 五十六改的 你看这种 颜色都不一样 刚刚还不这样呢 这怎么还变颜色了呢 那谁知道 你俩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缺心了 你考的高得到底不用操心了 你这够字数嘛 标化 anterior 这是哪个 这个也会 二十五二指要第二 había 这个你也会 完了 我这第一眼看着就没了 一天两天的 还同情心犯滥帮人家呢 结果人家深藏不漏 多有心情 陈小娃 我们得谈谈 说实话我都想过对你绝交 我没想过 你说对我说话都那个态度了 还没想过 我就是脾气不好 那我就是脑子不好 我真没想过会让你难受 每次跟我说你是玻璃茶的心 我才意识到 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我把你当成要饭的了 主要也不是你是 他主要说我吧 他说得对 我就是觉得你把我当要饭的了 不是 我真没这么想 我真是好心啊 我家确实说 确实卖不起小薯 倒我也不想能 想不起我 这就是互相帮助 李四从小有什么好吃的就买给我 我就给他买磁带 我们都是有什么好东西就给对方 可是能都有不用在乎这些 我 有什么能给你了 那我从你家拿的那些海货不算东西了 我有多余的校服拿给你 你有好吃的海货拿给我 这不就是互相的吗 我哪些东西都不值钱啊 大哥 我给你的文具校服破桌子也不值钱 你拿不出来啊 你别指望我 把我家电视搬到你家去 你看看 车开了就好了 你这个破脾气啊 你得收一收 一个大老爷们儿 找得那么敏感干吗 看我啊 那我们就和好喽 还是好朋友喽 陈宝贝 陈宝贝 快快快快快快 怎么了 快点 怎么了 干吗 干吗 哎呦 你看看你 芽芽 芽芽干吗呢 你看她干吗呢 什么干吗呢 你看看她 你看她跟那母孩 有说有笑的 人这不是这放学了 俩人在一会儿聊聊天呗 什么这会儿天啊 我去问问她这 不是不是 你问什么去啊 人家聊聊天干吗呀你 我呀 我回去就 你这 你问 你问什么呀你 程鹏飞 我深度怀疑你儿子早恋了 他这个年纪就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你哪只眼睛你看人早恋了 袁山青他们家住小白龙那边 放学应该 应该向西走 是不是 他为啥要向东从咱们这院子 院这儿绕一圈 为什么 他就是 你这帽子是不是换了 你听我说 不是这号这小不太适合你 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小了 我跟你说 牙牙多待一会儿 你知道 我可没看见什么早恋的书情 我就看见啊 你儿子这些天一直操心人家小姑娘 终于呢 这一颗善良的真心 真是得到回报了 比你们家弟弟想 你弟弟老是热眼天然冷屁股 程鹏飞 我发现你这脑子真的是不清楚啊你 你看书看的 你怎么看不清问题的本质啊 我早就看清楚本质了 本质是什么 你说 这本质就是啊 你跟我的儿子 是身心健康 没有任何问题 我是过来人我能不知道吗 不是 你要是过来人 你更应该清楚了 你说这年纪 你天天跟他说 不要造恋 不要跟异性接触 不要跟异性在一块儿玩 人听你的呀 听你的才怪呢 再说了 本来人家就是这个 这年纪的青春小萌动 对吧 结果让你这么一禁止 这么一折腾 反正把这事给整严重了 那你说咋办 咋办 平常心 懂吗 你还说人家呢 你想你十七岁时候干吗了 私奔的那叫 闹得轰轰烈烈的 就差山崩地裂了吧 世界大毁灭了吧 也就是我大发慈悲 我把你给娶了 要不然你还不知道 跟哪儿转腰子呢 你再说 我这不就是不能早恋的 宣传现实吗 年少无知啊 开饭了啊 怎么没盛饭呢 闲着菜太素了 把筷子先放一下 那个 吃饭吃闲 我想先开个小会 我今天是要从三个维度 来跟你说一下 这件事情的严重心 第一个角度 就是学习的角度 宇 宇 宇 那个 咱也别那么多维度了 也别一二三四五的了 那个 你妈就想知道 你跟那个袁山青 是怎么回事 对 反正你 你先争取一个好态度吧 妈 你什么意思 就是 我跟你爸 我们也不是那种 教条的家长 是吧 咱们家也一直没有 那我说不允许孩子 跟异性来往的这种规矩 你看你姐从小就跟李次 光着屁股长大 我俩什么时候光着屁股了 不是 小时候还真光着 就是那么跟意思 老子 肩膀头 行了吧 我没管过 我没管过 是吧 我没管过 是吧 李次从小到现在 都让人说要跟你姐结婚 我没管过吧 是吧 这谁还没有个青梅竹马呀 是吧 那我俩就是兄弟 好吗 哎呀 你哪那么多话呀你 我这说一句你说一句 这会是你开呀 那你抓他能逮着我说干吗呀 这够烦人的你 我说哪儿了 不是 你刚才说的 怎么烦人呢 不是 反正 反正就是你跟袁振青 反正 我跟你爸我们 觉得他们家是挺困的 要处理 要帮忙 是吧 但是你们俩人走到今天 就反正走得 是不是有点太近了 是吗 妈 我俩也没露先网头啊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知道 我 我跟你爸 我们俩这 这过来人是吧 搂着肩膀头 那倒没事了 就那暗戳戳的 没来眼圈的才叫有问题 你说是不是 妈 你是不是怀疑他俩早恋 我没说啊 你直说呗 在这儿 磨磨磨叽叽拐儿磨脚的 我爸早就说了 有啥事 大大方方聊 一家人有啥不能说的 直接问 你早恋了吗 我没早恋 你俩孩子没早恋 来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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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心研制 我想下回我再放点 火锅把 我再放点松脚进去 咱俩怎么样 嗯 好 好 好 这一唱一唱都干啥呀 我 我当妈的不能问 不能管孩子是吧 好 你就这么敷衍过去了 那要不就有 我 真没有 林秀跑出去找袁勇 两个人过了半个月才回来 袁勇不知道从哪弄了辆车 两个人就开始到处骗人给他们投钱 他俩从来都没有管过小子 还因为小子是女孩想把他给卖 我那会儿就不敢上学 每天抱着小子躲起来 后来袁勇出事了 家里房子也没收了 我就抱着小子 在长班红楼门口坐了三天 有个领导出来给我们安排了现在的房子 我才有地方住 妈妈 小子好像有点困了 我带他进屋睡会儿 谢谢 送送 那知道你爸把钱放哪儿了吗 没没没 扶着干吗呀你 不是 我这么问的情况 倒是也好跟警察说呀 袁勇在家里藏了个铁盒子 里面有些钱 他那时候没来得及拿走 但我都跟警察说了 钱我也交出去了 一万多块 他 他骗了几十万呢 剩下的钱我就不知道了 他也没有再回来找过我 他哪敢的呢 他一回来就得被抓起来 你说这种人这都多气人 你说 这俩都不是好东西 小子上次发烧之后 他有什么变化吗 好像变得比之前能睡了 也没有之前爱哭闹了 我还觉得他挺懂事来着 陈叔叔 是不是就是因为上次发烧 知道他耳朵才坏的 我之前叫他都有反应的 有这个可能 都怪我 我要是那天早点回来就好了 他手离电雨可能就不会这样了 陈娟 你 你先别着急啊 这样我呢 我再给他安排一个 更全面一点的检查 爸 能治吗 能治吗 治疗呢 它不是以处而救的 咱们得慢慢地检查 慢慢地治疗 这得有耐心 对 沈青 你放心 我爸是咱们这儿 最好的耳鼻喉科的大夫 那厂长的耳朵 都他治好的 小子肯定能治好 何止厂长啊 那八十多岁老太太耳朵都能治好 那小子就更好治了 对吧 您放心吧 都说是报应 可明明是他俩犯的错 为啥抱在小子身上 小子又没做错是吗 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 沈青啊 人生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是顺境 有的时候是逆境 但是碰到逆境的时候 咱们不能放弃 过了这点逆境 一切都会好的 他们肯定会 会 会被警察抓起来 小子会好的 你们俩都会好起来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 跟着资击的 做你自己的 不是我 我这题怎么算都算不明白 太难了 你家在我这儿提呗 哪道啊 我这道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觉得你刚刚那解法不对 这是我新做的业 你看这个是不是好一点 那你不讲吗 做半天学妹了 闲会儿 闲会儿孩子们 来 吃点鱼杆 吃点鱼杆 来来来 闺女 你怎么不吃啊 爷爷 我等会儿吃 爷爷 你别管她 做学问的来不及吃 我吃就行了 好好好 那就多吃 多吃 你们俩我高兴了 咱家要没啥好的 要是喜欢吃这个 爷爷管狗 管狗 对了 我还熬着那鱼竹呢 孩子们 今天咱老兵吃 爷爷 你别忙活了 我们做安提就得回去了 回去太晚要挨骂 不行 不行 咱舍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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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 别人该走 吃点 挺好吃的 八宝 我来教教你 我们一人一个好不好 坐梯 你给我享受 谢谢 你这是夹到哪村里的问题 什么地方家里拿这些东西 强小娃他们家 我们经常去他们家 他爷爷这天 给我们带着血 好吃的 你别光拿人家的东西 我都看人家需要点什么 从他家里给人拿点 咱也能够拿 爸 那高养能给他们拿点吗 他爷爷腿跟腰不好 好 我说腸部药也给人拿点 还不那会不好买 爸 那是啥 咋的 说啥 小鱼干 甜的咋的 好吃吗 好吃 爸 人工玩过那事 你大情咋样了 我跟战友们那信都优水 等信 行 山青在咱们家呢 行 你等一下 山青 叔让你接一下 对 好 来 来 来 喂 叔叔 我知道 小子没闹吧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还担心小子换了地方 好嘞 谢谢叔叔 也替我谢谢杨叔叔 叔叔再见 喂 喂 叔叔叔 如果顺利的话 可能下周就能手术了 还是咱爸厉害 早知道啊 我就提前来了 我北京有哥们 我正好要去北京 你赶紧了 你去北京找你哥们去 你最好在那扎根 别回来了 你妈的嘴啊 纯碎地烂烂烂烂 你妈的嘴啊 纯碎地烂烂烂的 对点凉的 你不要热水吗 又嫌烫 我还没让你伺候我呢 你瞧你那副不孝顺的样 去对点去 去去去去 沈震度 娃娃就那样 小焦 小焦好 杀青来了 妈 想喝点没 安静 牙叔您受伤了 严重吗 没事 就晚了一下 胳膊擦破点皮 肿成这样了 那您走路怎么办 背点劲呗 能走 你就放心吧 妈 这是山青给你买的罐子 你这孩子你还花这钱干什么 牙说您喜欢吃桃子的 我就买了两罐子 我真没事 你这 还没事呢 你要真遇见坏人怎么办 那还要遇到坏人吗 自己都原地伤残了 山青啊 晚上留下吃饭啊 预祝手术成功 好 咱们先把罐子给吃了吧 沈杰 你坐 我跟你说你太瘦了 你得多吃点 我小丁别的不行 但她做饭真的可以 你瞎说 做饭是我最垫底的技能 等你妹妹回来 那个我给你们再做顿好的 好 你还不走啊你 正话问的 我刚住几天就赶我走啊 我还没见着我姐夫呢 再说了 这孩子手术完 我不得见你啊 和你有啥关系 怎么能没关系 而且山青是咱家 最重要的朋友 那也是我的好朋友 是吧 我不着急走啊 那你晚上去花房值班去吧 你刚才你就住在花房得了 我们那地儿多好 你要有花香的 别闹了姐 那咋住啊 那咋不能住啊 把头囤杂物那件事说就能住 你做点贡献吧 别整天有手好想 我咋没做贡献啊姐 我不得天天做饭吗 再说了 你那脚伤了 我不得伺候你的吗 是吧 小马怀孕了 啥会儿也干不了 别是说晚上值班了 白天的活儿 我们俩人都干不过来 下午夜工资也泡脏了 先吃饭吧 多吃啊 喂 程伯菲 嗯 我怎么觉得这孩子 还是没什么反应啊 他到底能不能听见啊 慢慢来 一平安 什么慢慢来啊 那去了趟北京他还这样 能不能急人吗 不是 这个耳窝的手术啊 不是说做完了 他就立刻就能听见了 他立刻就能说话了 这跟其他手术不一样啊 现在只是 把这个人工耳膜植入了 然后呢我们也开机了 他现在隐隐约约 已经听到一些声音了 什么 你把耳朵堵上 我堵上干吗 你这堵 堵上 你感觉一下听到声音 现在听得见吗 隐隐约约 黛玉 玉玉 你把手拿下来 黛玉 玉 玉 吓人跳 小子当时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啊 他就是这感受 但是小子也吓了一跳 到处找他 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 但是那场面啊 真挺动人的 那他什么时候楼说话呀 说话呢 就得等他慢慢地对声音有一个认知 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他再慢慢地学习说话 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 得有一个长期的康复训练 但是你放心啊 我会帮着小子来做这个康复训练的 他们都别着急 别着急 别着急 谢谢球师师 嗯 我做这鸡蛋羹糕啊 它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咱得先把孩子的这个味觉呀 听上去 小九 那味觉跟听觉 它不是一码事 这五官不都是通的吗 是吧 程院长 你说得对啊 但我不是院长 哎呀 在我心里你就是 好 好 厂天了 不是 玉玉姐 你们郊游来了 还想吃点才有力气滑 我跟你说 这个一点都不难 别摔倒就行 你是不怕摔 会不会摔我身上 你什么时候能独立啊 哎 我跟你说 你俩一会儿谁也别拽我啊 李斯尤其你 你最好我在这儿坐了 你别滑 我一个脚滑也比你厉害 听他吹 哎呀 我不厉害 好好接着你啊 来 来 你试试 慢点 助心放低 对 对 脚扒子 脚扒子 你们三个人我很难带啊 不过没事 那边有杆 扒着那个栏杆 顺着边滑 我还没问题 所以你得注意 一会儿点重点保护一下我 让淼淼和小娃留边话 走啊 这不伴着吃老虎吗 怎么什么都会啊 哎 对 对 身体放松别太紧张 就是这样 行 别怕摔 摔一两脚行都会 没事我不怕摔 走走 哎 九脚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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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哎呀 没事 没关系 继续 来 哎呀 哎呀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啊 这人山巾长得其实挺好看的 以前你正眼瞧过人家 是 慢点慢点慢点 四哥 要不然你歇着吧 你这样我都没法滑 我还得摊着你拍摔了 我这不是热身子吗 我一会儿就灵活了 你热身呢 我说啊 你这最近伤残频率太高了 你等会儿要不小心再摔一下 把腿给摔残 为了就废了 你能胖我点好吧你 好 慢点慢点慢点 你朝牙 真的是 来 我们之前都是在河面上滑的 冰鞋都是自己做的 我就是因为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特别贵 滑冰还要滑鞋 我们还会 做冰鞋 你这样学不会的 我拉着你滑 来 哎呀 哎哎 那个苗苗 苗苗 那个你管管我 对 要是你管他吧 我受不了了 那你们滑 我跟四哥滑 好 你们慢慢滑啊 来 来 我拉着你啊 哎 没杆了 不用杆 来 慢点 我在呢 行行行行 先统一 好统一 走啊 走啊 走 那苗苗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没去上学 我怕你出事我过来看看你 上传说吧 今天我们老校长生病了 我去看看 准备来上学 来 扔扔手 好 你们村不是没有学校吗 以前有 现在 没了 你说今天降温了 你还跑来干什么 你脸怎么好呢 没发烧了 你脸怎么好呢 我 外面风太大吹了 今天有那么大风吗 好 好 好 有一天 老校长 兴高采烈地来我家 跟我说 他找了油田二中 新上任的校长 那个校长 带他去见了厂里的领导 领导研究之后决定 给我一个考试的机会 如果我通过了 就给我这个名了 那个校长 叫秦 对对对 秦校长 他就是欣赏人的 而且小子捐款那个事 都是他全力支持 他人真的特别好 我就是在他办公室里考的事 他看着我的卷子跟我说 这么好的成绩 不去上学真是可惜了 秦校长都表演你 你还不开心 为啥在学校 还天天不乐意的样子呀 我也不知道 就是觉得别扭 为了我读这个书 我也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 老校长也不知道在背后 第三下四求了多少人 想到这下我心里就难受了 不是的 你这是靠自己本事考回来的 你要是成绩不过关 那人家校长也不能要你啊 小娃 对不起 我 我一直以为 你是性格孤僻 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但我没想到 你来我们学校 是这么难的一件事 就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伤害到你了 我跟你郑重地道个歉 没什么伤害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想 说那些了嘛 你就算上学容易 你也不能不好好读书啊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成绩 能考上大学吗 那我们话都说我这儿来了 我跟你说 我发现了 学习这个事呢 它是需要天赋的 我还在挖掘 不着急 你还是招点急吧 等我们一块上个大学 这儿还能有个份 夏娃哥 华 华 你别动我 你去 你要不要小娃 小娇 大白夜你俩干啥呢 你俩干啥呢 你俩转过来听我给你解释 你俩赶紧解释啊 还解释啥呀 孤男寡女的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那到底什么呀 别醒了呀 还有这酒精上来了 你说这事瞒我干吗呀 你俩早就该告诉我 谁瞒你了 是你自己瞎琢磨 再说了 刚刚你有什么用啊 怎么没用啊 咱们是个集体 我是个集体的灵魂 以后大凡有什么大事 必须得先让我这个灵魂汇报 不然我多着急啊 我反叛都少吃一顿 也行了吧你 照什么急你在这儿 现在是我着急 行行行行 你们都别着急好不好 先听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我呢 小舅 你还解释什么呀 前有王缠缠 后有韩老师 你刚刚 你 他刚刚都躺着小舅人床上了 你还是我那个敬爱的小舅吗 不是 你说的这些事都没有 不是 你这么造谣我以后我怎么做人呢我 小舅你 你看就结不成这样了 解释就是掩释 行了 行了 这是小方落在法果的包 你给他送一句吧 凭啥我送啊 我俩就不熟 行了啊 我们不跟任何人说 没人知道 绝对不告诉韩老师 不是谁知不知道 这是名誉问题 对 韩老师还真不能知道 因为这事我真说不清楚 你说清楚啥呀 你跟韩老师又没出对象 人家在乎你什么 你看人这话说的 没出对象该在乎也得在乎 对 四哥说得对啊 对 韩老师如果知道了 你俩得给我做做 得了吧你 你别瞎操心了 你跟韩老师根本就不可能 要我说呀 你说啥 写劲 要不然 你追萧主任吧 我觉得你们两个很有可能 这个也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了 谢了 小雅 你看 这上面有好多向阳花 我老说了 人就要当向阳花 永远向着太阳生长 就有希望 小花的成绩通过考试 肯定没有问题的 小花是没有问题了 咱们这期末考试怎么办啊 我爸对你回来得很频繁 我得赶紧计划一下 考完试之后 怎么去我奶奶家避难啊 你能躲你奶奶家 我躲哪儿去啊 那不咱俩一块去吧 你俩别瞎琢磨啊 有这个功夫不如多看看书 临阵磨墙 不利也光 四哥 那什么 你家那水煮肉片啊 到底有啥蜜卷啊 我这研究半天 怎么总感觉少一味料呢 我哪知道呀 小雅肉 我只管吃 再说了 我要是真知道的话 我把那命方告诉你 我妈不得绝死我 你又要干啥呀 这几天吧 我深刻地反思了一下 你小雅我 本质上还是很优秀的 对吧 嗯 我之所以 把肖主任得罪了 那是因为我对爱情的呀 盲目 你们也跟我说了 这肖主任呢 不计前嫌 还帮助小花考试 是吧 这么看来肖主任的本质 也是很优秀的 对吧 所以这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啊 就不应该有误解 所以我决定 从哪儿跌倒 从哪儿趴起来 嗯 他不是喜欢吃这水水肉片吗 嗯 我就想通过这道菜 让他重新认识一下 优秀的小舅 小舅啊 你不会是 真要追肖方吧 哎呀 我说你就别折腾了 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肖主任配不上你 现在我深刻地认为 你配不上人家 我就没那方面的想法 我 我跟你俩说不定 来吧 你家那水水肉片 到底有没有秘方 我要问我妈去 算了 我自己来吧 这么优势 搞不定一个水水肉片 来吧 你怎么不吃啊 是不是凉了 我再给你买个新的 我不想吃 你怎么了 你 你说 小花还能去上学吗 谁知道啊 还让那样的家人真倒霉 一想你小花我心里就难受 小娃心里肯定更难受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心里也难受啊 那我们去看看小娃吧 走 我不去 你要去自己睡 你干啥去啊 我有事 放假你能有什么事 我事多着呢 我说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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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你干啥去了 拉梅球 李斯跟胡子呢 李斯不知道干啥球 胡子去找魏雪了 我帮你玩 你别弄脏 没事 那你把手刀戴上 我考了点小鱼跟二一会儿 你给他俩也戴上 好呀 装多少